白相入梦,献神祭,七步生怜,佛陀出,生子月鱼,赞分离,仙人欲言,逝觉者。 今天起,我们开始讲述佛教始祖释迦牟尼传奇的一生。 故事便是从这位佛陀的诞生开始。 在古印度北部,有一个名叫加皮罗魏的国家。 这个美丽的国家正是佛陀释迦牟尼的故乡。 小永善战的国王又一次将胜利带回加皮罗魏。 捷报随着月升一起传遍加皮罗魏国。 全国百姓都听见了这场胜利之音。 他们在歌在舞,庆祝着这一大喜事。 侍女拉什卡激动地奔向寝殿,告知波提王后这一喜讯。 波提王后欣喜不已,立刻前去寻找自己的姐姐摩耶王后。 她刚到花园,便看见姐姐陪着提婆达多玩耍。 提婆达多是晋范王的弟弟胡范王的孩子。 姐姐再次陷入幻想,将提婆达多误以为是自己的孩子。 看到这一幕,波提难过地流下眼泪。 摩耶王后是晋范王明媒正娶的妻子。 可惜,多年无所出,为了让国王能拥有一个子嗣,摩耶王后将自己的妹妹波提嫁给了国王。 但厄运一直缠绕着三人,他们仍无法让王位拥有继承人。 孩子几乎成了三个人的心病。 唯有在聪明伶俐的提婆达多陪伴下,他们心中的痛楚才能稍作缓解。 但国王和王后并不知道,胡范王的妻子祥光野心勃勃地策划谋夺王位。 面对国王和王后日日爱抚自己的儿子,他一面嫉妒和厌恨地快要发狂,一面又狠毒地诅咒王后永远也生不出孩子。 这样,他的儿子就会成为王储,他和丈夫也将顺理成章地拥有整个王国。 五子的阴霾始终缠绕在国王头顶,为了求得子嗣,国王决定请俞主大师为自己办一场求子祭。 祭典十分顺利。 在这天晚上,国王与摩爷王后同请后, 掀着莲花的六牙白相飞入王后的梦中,正在熟睡的王后还不知晓,自己即将成为释迦牟尼的母亲。 日后的《大庄言论经》有过记载,释迦牟尼有一事,曾为六牙白相。 一日,白相遭到猎人射杀,他向猎人询问理由,猎人哭诉加贫,无以为继,只有拿到象牙换钱,才能维持生计。 白相听闻这话后,自断一牙,并为猎人指明方向,让他安全地离开森林。 这梦中的白相,便是佛祖降临的象征。 这个吉祥的预兆,在第二天,便为王后带来了好消息。 王后被诊断出有了身孕,国王终于拥有了继承人,整个王宫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。 但随之而来的,是祥光和胡范王在阴暗出滋生的恶意。 胡范王买通了王宫中的福丛和侍女拉什卡,命令他们在王后的饮食中下毒。 但良心尚在的拉什卡,无法眼睁睁看着王后死去,他阻止了王后进食。 并当众指认出自己的情郎,便是下毒之人。 拉什卡不知买通自己情郎的人正是胡范王,而胡范王为了保全自己,在仆从说出自己的名字前,便狠下杀手。 一场毒杀,就这样无疾而终。 眼见毒杀不成,祥光再次想出狠毒的办法。 他巧言吝啬地向王后谏言,捏造出孩子若在父亲身边出生,将会给父亲带来灾难的谎言。 然而,王后因心系国王决定立刻启程返回母族,在自己的娘家生下这个孩子。 那支奢华的队伍于清晨出发,渐渐远离了国王的视线。 此时的王后还不知道,祥光在她必经的神庙前安排了刺客,危险始终跟随着她。 此时,一处积雪覆盖的山顶之上,白衣仙人因得知伟大的圣人即将诞生而激动不已。 也许是天命所归,圣观笼罩,整个世界都在为释迦牟尼的诞生而让路。 王后没有到达神庙,仅仅是途经兰皮尼园时,腹中的孩子便迫不及待地出生了。 小王子刚出生便显露齐下,无人搀扶竟能行走,他仿佛知道自己未来的道路,坚定地朝前走了七步。 每迈过一步,地上便绽放一朵美丽至极的年花。 清烈的花香和神迹一般的出生,无一不彰显着小王子的与众不同。 王后看着自己可爱的儿子喜极而泣,他摸着孩子柔软的肌肤,爱怜地为他取出世界上最好听的名字。 西达多,乔达摩,消息很快传回王都,国王激动地吹起号角。 好叫所有人都知道,自己终于有了一位王储,他期待这个小王子太久了,巨大的欣喜包裹住了他,几乎使他晕厥过去。 为了亲眼看看自己渴望已久的儿子,他骑着马,奔向王后驻扎之地,隔着一层青纱,他看见纱莲后熟悉的爱人,以及爱人身侧的小小婴儿。 波提王后笑着提醒他,根据婆罗门教典中的规定,他需要在三十日后才可以与妻子和孩子相见。 这是因为妻子生下孩子后会变得非常虚弱,而丈夫会渴望与妻子同房。 为了避免丈夫打扰妻子休息,也能让母子骨肉相亲,母亲孩子需要与丈夫暂时分开三十日。 国王无奈地打破波提王后,直言希望自己至少可以摸一摸小王子。 这个不越居的要求很快得到同意,隔着小莲垂下的薄纱,婴儿小小的手臂伸出,国王轻易地抚摸着他的手腕。 因为高贵的差地利种姓族人通过孩子的手腕来做判断,即将决定孩子日后是否强健有力,是否能搭建湾宫。 毫无疑问,这个孩子是天生的勇者和战士,但这个小王子的出生并不都是得到祝福。 祥光夫人和胡贩王的极度之火在熊熊燃烧着,他们的面容因欲望和贪恋而变得扭曲。 权力的力量太过巨大,让人无法轻易放弃,阴谋仍将持续下去。 摩爷王后返回王都,她安心地和妹妹在床榻上休息,这晚她再度做梦。 但这次的梦毫无享誉之兆,那一团光影在天幕之上俯视着她,慈悲而怜悯地告诉王后, 她的使命既一完成便该离去了。 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,因她诞下的不是其他普通的孩子,而是日后佛教始祖,释迦牟尼。 这样巨大的福德压在一介凡人身上,凡人是无法销售的。 这样的福德往往需要付出对等代价,譬如生命。 王后自梦中惊醒,便心知寿命无几。 她唯一的心愿便是为小王子举办盛大的曲名仪式,并尽可能地为她安排好一切。 这场曲名仪式极尽奢华,十分圆满。 作为一位母亲,她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。 仪式上,国王询问于主大师关于小王子日后的命运。 于主大师指出,小王子的心象超凡绝伦,他将成为出色的战士,勇猛,威武,战无不胜。 他将成为伟大的转伦圣王。 因过去修识善道的善行,受持八观斋戒,天人受尽,生道人世间,成为伟大的智势帝王。 对此,佛经称之为转伦圣王。 于主大师的话,给了国王一记定心丸,自己的儿子将会成为千百年难得一遇的智势帝王。 这世上,再也没有比这件事更让人兴奋和喜悦的了。 福西获索伊,获西福索伊,在生下释迦牟尼的第七日,摩耶王后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。 他满憾不舍地向自己的妹妹交代后事,要求妹妹答应自己,她将会竭尽所能照顾小王子。 得到妹妹的肯定答复,她勉强支撑的身体才慢慢倒了下去。 她呼吸困难,迷蒙中喊着想最后再见国王一面。 不多时,羽衣便先进入内殿,国王却被拦在门外,因为按照规定,她必须在三十日后才可以见到自己的妻子。 破坏规定会使自己背负极大的罪孽,受到严厉的惩罚。 国王的脚步顿在原地,眼见姐姐的生命已经完结,波提王后伤心地恳求国王去见姐姐一面。 波提王后的话语响彻耳边,心中脑中回荡着的全是爱人的模样。 一想到以后再也无法见到爱人,国王再也忍不住了,他不顾法师的阻拦,强行进入内殿。 法师在门外气愤地告诫国王,此等罪孽必须供奉至少一百头牛才得以消除。 但无论如何,国王见到了爱人最后一面。 摩爷王后是带着幸福的微笑逝去的,想必她再也没有遗憾了。 摩爷王后的逝去让国王备受打击,几乎一蹶不振。 她一度不肯再看小王子一眼,可又因思念摩爷王后,而将目光投向那眉眼和王后十分相似的小王子脸上。 直到此时,她终于记起自己的责任,那便是好好教导小王子,将为王都日后的勇士,最伟大的帝王。 就在这时,延然敬仰的阿斯陀仙人竟从雪山来至此处,特意拜访国王。 阿斯陀仙人曾经是释迦王族的国师,后来她常年在喜马拉雅山冥想,避世不出。 阿斯陀仙人的驾铃让国王急忙离开大殿,亲自相迎。 但仙人却说,她是为瞻仰一位非凡之人而来,那个非凡之人便是国王的儿子。 阿斯陀仙人认真而小心地查看了小王子的身体后,由衷地发出一声赞叹, 这个孩子日后将会成为无上绝者。 此话一出,满殿哗然。 国王怎么会忍受自己的孩子会成为苦行者? 他愤怒地打断仙人,认定自己的孩子将会如鱼主大师所言, 经历无数场战斗,成为最伟大的战士。 然而,阿斯陀大师微笑地看着国王,缓缓说出这样的话。 他当然会百战百胜,他会赢得生命中的每一场战斗。 但那将是他自身情感的斗争,他将统治的宇宙,是众生心灵的宇宙。 王子虽为差地利,但命中注定将修苦行。 小王子拥有三十二族相,据此相者,在家则为转轮圣王,出家便是无上绝者。 国王仍然无法相信,他再次打断仙人,坚持自己的孩子将开疆拓土,征服更多的人和领地。 仙人淡然解释说道,宝剑征服疆土,而他将征服人心。 战争能重回版图,而他将改变时代。 国王与仙人激烈对峙,而他们中间的小小婴儿成为漩涡的中心。 没有人相信天生富贵的小王子会成为苦行者。 唯有仙人坚定地相信,他将成为无上绝者,一步步走向宇宙中心,引领更多人走向觉醒的道路。 佛陀从小养尊处优,被清心照亮,国王费尽心思隐瞒生活的真相。 佛陀天生便拥有无上的智慧和慈悲之心,看小王子如何完美识破撒谎者,公平定断欠债案件,被堂兄恶意重伤陷害时又是如何应对的。